日本政坛高度关注台湾2024总统大选 周日代表谢长廷透露 时常有人找他打听 而目前台面上的参选人有什么评价 谢长廷巧妙的是以三尊同像的故事来回应 欢迎总统 侯友宜首度以总统参选人身份出访 就选择到日本展现对日关系重视 民众党的柯文哲更早一步 在六月的时候就率先访日 莱清德受限于副总统身份 无法出访 但与前日上安倍家人的感情早就不在话下 日本政坛对台湾这回总统大选 同样高度关注 也常常向周日代表谢长廷打听 他这样评论 赖清德时任台南市长时 曾爆发八田与一同像断头案 他强调台日关系 不会被任何轻中仇日行为破坏 柯文哲时任台北市长时 也让对台日下水道建设有重大贡献的巴尔顿同像重现 至于侯友宜 国民党在台南有一个同像 魏安的一个同像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2018年拍卖前夕 设置了魏安副同像 曾让日本人不满 还遭踹引发日方关切 用三尊同像来比喻 参选人们选前积极拉拢对日关系 强当知日派 过去种种 日方也没忘 这个宣誓方日本东京采访报道